本周直播10个常见问题 第一个 现在买PS5多少钱合适 二手的可以吗 现在不推荐大家买PS5 全新二手的都不推荐 以前PS5光区史低是3000附近 二手的在2500左右 如果你不在乎多花这几百块钱就买 在乎的就等 走咋没买呢 第二个问题 新出的宇宙机器人2好玩吗 现在盘要410了 什么时候降价 好玩 如果你喜欢免费的那个一代 二代可以买盘 通关再卖掉 如果不着急 等上一到三个月 估计会降价 第三个问题 PS5玩黑猴体验可以吗 可以的话现在就买 如果你有4060想卡的电脑 推荐用电脑玩这个游戏 因为黑猴子PS5版优化很一般 但是可以玩 有玩家反馈游戏中后期会出现卡顿掉针 但大多数情况可以通过重启PS5解决 期待游戏科学进一步优化 第四个问题 GTA6可以在PS5 Pro上有4K60吗 主流3A大作能稳4K60吗 你想说的是原生的4K60帧吧 PS5 Pro是超分技术的4K60 PS5标准版是动态分辨率技术的4K60 不仅如此就算你有目前第一的4090想卡玩黑猴子 也得是超分技术的4K60或者4K60加 我感觉以后的游戏原生4K60会越来越少 超分技术才是目前可见的未来 如果大家想了解超分技术以后会单独开视频讲 第五个问题 主播你买PS5 Pro吗 我会买PS5 Pro但不会首发买 首发估计得准备一个W 现在我觉得不值 第六个问题 白哥是怎么直播的 我直播聊天一般用的是串流 如果你玩游戏比较多就用卡机卡 我之前做过很多关于直播的视频教程 第七个问题 5000的PS5 Pro和5000的电脑买哪个好 这个可以说很多 我就说一点 如果你有4K屏幕推荐PS5 Pro 如果你没有4K屏幕那就用电脑 第八个问题 PS5加固态硬盘 不用原装的可以吗 主播用的是哪个固态 给PS5加固态硬盘 只要符合它的标准就可以了 我开始用的是Next Storage的一个T的 自带散热器 那个硬盘我很喜欢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光威的 那个糖榫颗粒的2T能量 做自己加装的散热器 第九个问题 主播有几个白金 这位同学想看一下我玩游戏的水平 我不是玩游戏的主播 我好像只有一个白金 而且还不是我打出来的 是我闺女的发小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帮我打的 我一般玩游戏只玩剧情模式 第十个问题 预测一下PS6哪年出来 我猜应该是三年后 原因有二 一是这符合PS5这个世代的寿命 2020到2027嘛 第二个原因呢 那就是目前高科技领域有点平时不前了 不过PS6什么时候出也得取决于竞争对手 和那个时候的市场竞争关系 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了 索尼摆烂 那就不知道要几年 我一般会在周末晚上直播一到两个小时 主要是聊天回答问题 那问题比较多 我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没看直播的同学有帮助 大家喜欢吗